美军罗斯福号里根号航母接连中招 这让日本慌了神 蹊跷的是 俄罗斯海军二十来艘军舰 突然在日本附近现身 一与何为 或不担心 部署在太平洋菲律宾海的罗斯福号航母 捡出至少36例新冠肺炎患者之后 停靠在日本港口的里根号航母 也捡出了新冠肺炎的患者 这显然 美军在太平洋部署的仅有的两艘航母 全部被废 失去了战斗力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来 部署在琉球群岛加首纳空军基地 也传来噩耗 两名飞行员被捡出新冠肺炎 美国空军最强的机队 F-2隐身战斗机部署在此地 两艘航母的战斗力丧失 F-2隐身战机部署的空军基地 也遭袭击 稍早前 韩国基地早就感染新冠肺炎 两名美军人员死得不明不白 可以肯定的说 美军在亚太的军事力量 遭遇二战之后最惨烈的局面 不过对于日本人来说 或许没有太多的精力 去思考美军的战斗力问题 摆在日本面前有更严峻的事实 日本门土疫情也处于爆发的前夜 现在除了面临国内的疫情爆发事态 日本又要面对美军里根号航母的疫情 毫无疑问 这让日本人慌了神 这该怎么办 罗斯福号航母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美军直接将该航母拖到了关岛 现在里根号航母也爆发了疫情 很显然 美军几乎不太可能将里根号航母拖到关岛 也就是说 这将依赖日本的医疗资源 来处理里根号航母的疫情 同时 琉球加首纳空军基地 也部署了两万三千名美军人员 疫情爆发 美国人也不可能将这些人转移回美国本土 也就是说 琉球基地的美军疫情 也需要日本医疗资源来救助 对于日本来说 自己本土疫情处理就很吃力 还要处理美军疫情 前有钻石公主号邮轮之舰 这次航母疫情 焉不能让日本心慌 更让日本人心慌的还有俄罗斯海军 媒体报道称 3月26号 俄罗斯海军二十来艘主力战舰 突然在日本附近集结 与以往俄罗斯海军训练不同的是 这一次俄罗斯巡洋舰 驱逐舰 以及补给舰 医疗船全部出动 这支俄海军舰队 几乎集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大部分主力舰支 动作不小 俄罗斯这样罕见的阵势 一与何为 日本人不得不响 也不敢细响 这也引发了军事观察人士广泛的猜想